请台长接受佛友寄宪的鲜花 现代人有毛病总是从别人身上去找 人一生最大的缺点就是看不清自己 以自我为中心 过于执着迷失于自我的偏见 大家想一想 夫妻吵架就是因为丈夫认为她有道理 妻子以为她有道理 所以才会争吵 我们人就是要放下自己的偏见 任何环境我们都不能偏执 我们要懂得在这个世界当中 没有满足你的事情 只有理智地去认清自我 化解心理的障碍 去除执着 你的烦恼才会消除 这就是佛智和佛心啊 感谢您的烦恼才能 感谢观看